美女 美女 現在是在講年夏 當然接下來是楊塑山 現在是講桂林 西主席親訪廣西桂林考察 讓周遭人等官在大 都只能稍息點頭 那看這裡呢 你就要打造成一個 世界級的遊勝 什麼 桂林一定是世界級的 那你中國還有哪個 中國的這個能搞成世界級的桂林 應該算 而且你的國際知名度 也到這裡 在一整個旅遊團面前 用看似教訓的語氣 要市委書記周嘉斌 把桂林端上國際 一段影片讓外媒笑話說 這原來就是中國的官場文化 網友更嘲笑 關在主子面前 只能點頭稱是 但事實上周嘉斌 或許是道地的習家班 畢業於清華大學建築系 跟習近平還是學長學弟關係 習近平上台後 親大畢業的校友 幾乎平步清雲 因此在眾人面前訓話 可多了點作秀的意味在 習近平向大家揮手致意 他深情地說 讓人民生活幸福 是國之大者 但或許正因為舉手投足 都得有證據考量 習近平這回視察廣西 看來頭髮斑白 甚至有外媒分析 習近平表情凝重 揮髮蒼顏 似乎有些不祥的感覺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真的抱有畢生不祥 困難再大 想想平平常常 想想我們學在想不想 見到百年 習近平政治動作頻頻 除了教訓學弟做戲 字體行間似乎也透露出些許 中國如今四面楚歌的窘境 在理想委託報道